但是我覺得郭文台銘過去搞了這市場的造勢 然後感覺是要這個要逼供朱立倫 其實我覺得剛好適得其反 因為讓朱立倫想到太可怕了 你找了這些議長謝典玲這些人 他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了 我這個黨主席不是掰咖 我黨主席還要混什麼 我黨主席被你們大家全部架空 所以我覺得他我常關於這個政治判斷 他用這種大規模的造勢 想要逼朱立倫低頭 搞清楚了 朱立倫看起來是個學者 問問儒雅 據說他前一陣子 為了要不要提早提名侯友宜的事情 也跟總統委拍桌子 他不跟你客氣的 否則朱立倫怎麼可能混到現在 選桃園縣長兩次都成功 選新北市長兩次都成功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也不是好惹 真的我覺得包含這一次 從昨天到現在 我真的我對諸如此人力也相看 我覺得他在政治的操作上來講 他有他的一套 可以把郭台銘這個老虎的牙齒拔掉 那我覺得他真的不簡單 但我們要看後續 郭台銘會不會有其他的反覆的動作 郭台銘跟國民黨搞成這樣子 最後如果沒有被提名 那到底對於藍白合作增加了幾分的機率呢 來 瑞德哥怎麼看 因為柯文哲昨天有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似乎也在表達對於郭台銘可能不會被徵召 而且他還說不要把話講死 所以這是表達雙方可以有合作的機會嗎 事實上在這近半個多月以來 那麼郭台銘不斷的造勢 不斷的在全國各地招套套 那整個聲勢起來 還有五個縣市的議長副議長幫他站台 那無家捲起圈堆血 無家賣收山 最後在昨天晚上就五個小時雞雞了 那明天正式雞雞 就是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麼在這個世界裡面 唯一最大的受益者就柯文哲 不管結果怎麼樣 最大的受益者就柯文哲 柯文哲事實上一段時間被邊緣化 記得嗎 大概大家都連談都沒有談的話 為什麼昨天會有政論節目來找他來專訪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大家都突然間發現 哎呦你看郭台銘夜訪柯文哲 這個當然是公關公司的一個非常了解媒體 需要什麼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手法 不要忘記哦 柯文哲在過年以前 事實上他是見不到這個郭台銘 他雖然可以跟他打電話可以line 記不記得那時候過年的時候 那個怎麼說 說郭台銘說他現在要出國去日本 回來再找他談 這句話對不對 要談事實上半個小時在電話裡面都可以談嘛 但問題是那時候是找不到郭來談 那時候這個郭台銘是高姿態 那現在突然間從澎湖回來以後 趕快打電話問柯文哲說晚上有沒有時間 柯文哲說沒有我時間到10點 我來你家沒關係10點我都沒關係 深夜也沒關係 進到他家了以後柯文哲還做了一件事 讓這個他的太太陳貝琪不要在現場 那只有剩下兩個人 我講談話囉 那隨便柯文哲怎麼說囉 你沒有發現兩個人夜會了以後 郭台銘都沒有說欸 不過我一向不相信柯文哲 不過在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柯文哲 為什麼我相信不是他們夫妻放這個新聞 為什麼郭正銘放出來的嘛 你們有發現嗎 郭台銘每次要有記者問他這件事情 他在笑一笑笑而不答 為什麼曖昧笑而不答神秘笑而不答 可以讓他達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外界怎麼解讀 所以我才說明的部分 你看嗎 這些人裡面這好像徐曉青在這個黨內初選前夕 去見了要出國的這個柯文哲 他的用意是一樣的 只有我可以藍白河啊 我有這個管道啊 請問你好友宜有沒有 請問你朱立倫有沒有 沒有 柯文哲雖然還甚至還為了這個博友為辭嘛 都說要藍白河 都說要藍白河 結果都沒來找我嘛 那現在我問你郭台銘有這個機會去 去見了這還不夠高招 竟然禮拜天可以到新竹去見他媽 這才厲害 對不對 我昨天也看了那個專訪啊 但是那個專訪裡面柯文哲又說 我媽說又來了 他什麼都講到他媽 一個六十幾歲的人 他講我媽說怎麼樣 所以大家知道找他媽媽是有用的嘛 郭台銘又跑到去找他媽媽 那我問你郭台銘為什麼要找他媽媽 為什麼又要夜訪他 達到的效果就是 我可以藍白河 各位明天如果一翻兩瞪眼的話 新娘不是我對不對 那會怎樣 各位去想吧 各位去想像他會怎樣 柯文哲會得到最大的好處嗎 沒有 現在柯文哲會得到最大的好處 你知道嗎 會瘋了 不是要欠東風嗎 他會在那裡會瘋了 三風點火 現在柯文哲要做的事就這樣 如果萬一郭台銘做了一件國民黨最膽戰心寒 最害怕的事是 就跑去跟柯文哲和和有很多種方式 和包括一個做正的一個副的 這也是一個和 包括柯文哲最缺的東風 你知道嗎 也是一個和 然後呢 有很久把人脈帶過去 有一個 你不要小看喔 各位都以為說這次 郭台銘就平下坊會打起來對不對 你要知道你現在到朱立倫 那相關的人等 國民黨相關的那個臉書上面 去看下面的留言 你去看下面的留言 你知道嗎 有人用三個字 用三個英文字送給朱立倫和國民黨 RIP 就是這樣子 都已經這樣子了 也就是說這個郭柯如果合在一起 甚至於有人 侯友宜就GG了嗎 極少數的人說 你不要逼我去投給賴清德喔 有人這樣講喔 那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說 好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就投柯文哲 變成這個樣子 那柯文哲在我們 研判局勢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他還是不會當選這個總統 不過 不過 他在不分區 他上次得票數 不分區政黨票是158萬票 五席嘛 那這次其他的部分 這次是個大洗盤 平心而論 我們評論是要根據事實嘛 這次會是個大洗盤 總統大局啊很難撼動 但是立委的部分 區域立委跟政黨票的部分 確實會移動嘛 那我問你嘛 從那個 你從這個相關的民調 都可以看得出來 郭台銘跟柯文哲的票 會確實會猶疑嘛 是 確實郭台銘可以拉走 部分柯文哲的票 兩邊會流動 但侯友宜反而把票 留到柯文哲那邊去嘛 所以呢 柯文哲會因為這樣得利啊 我講坦白的得利 對 他會這樣得利 而且他說什麼 百分之99.9999他一定會選總統 到底那20號不要去淡水宣誓嗎 對 可是問題是他不敢說死說 我百分之百要選總統 為什麼留了一個空間嘛 他的前提是如果你 如果你郭台銘 代表選總統的話 留了一個古筆嘛 是 所以柯文哲這種人講的話 能相信嗎 可能你知道 不管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我相信對柯文哲來講 他的得票數只要 他現在是從158萬上下 這樣子嘛 結果你國民黨自己送上門來 你把這些討厭的人 討厭這個等於侯友宜的人 討厭朱立倫的人 拱手讓給柯文哲 那對他來講 他只要在立法院 我跟你講 五到十席之間 不管幾席的立法委員 他可能真的會成了 關鍵的少數 是 所以如果看到這樣的結果 郭台銘跟柯文哲 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的合作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余將軍 這是國民黨最不願意見到的嗎 那對於柯文哲 可以賺到什麼不分區立委嗎 甚至在總統的選票當中 是會讓侯友宜從此唧唧嗎 柯文哲最近開始 不斷地承認一件事 他說我是綠營出身的 他已經講好多次了 他已經很久不講 從他二度連任台北市長以後 他就沒有再講過 他是墨綠 他最近開始不斷地重複 從在美國到回國 到最近接受媒體專訪 他都說 你們都知道我是綠的出身的 他在強調一件事 他在強調一件事 太假了 太欺騙世人 他預判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看得很清楚 他預判國民黨 應該會提侯友宜 侯友宜有個特性 侯友宜藍的 尤其是真正的 國民黨的原粹 就是我就是支持國民黨的人 他從來沒有把侯友宜 當成藍的 他把它當成綠的 所以說這些人呢 他會支持國民黨 但是不會支持侯友宜 就是有這麼一群人在 提名侯的話 不會去投票 對 這群人 我一定支持國民黨 也就是說 我可能會支持國民黨的立委 但在總統的時候 我不會支持侯友宜 因為他覺得 與其投給侯友宜 我還不如投給柯文哲 為什麼呢 柯文哲至少還敢講 兩岸一家親 侯友宜有沒有講過 從來沒講 對 所以說這些人 他投不下去 那麼柯文哲就看到 這種感受了 就是我拋出 我是綠營出身 他說我是綠營出身 他沒有說我是綠的 我是綠營出身 所以他的政黨票 很故意啦 政黨票吃淺綠 但是總統票 他希望挖到一點侯友宜的票 這就是他的策略 因為總統票的消長 會影響政黨票的消長 所以這次柯文哲 感受到這種感覺了 那麼侯友宜要怎麼去改變呢 侯友宜不容易改變 因為侯友宜如果要去改變的話 他當時在新北市 不會拿這麼高的票 當時新北市 可以侯友宜拿這麼高的票 超過朱立倫 超過周錫瑋 為什麼可以拿回這麼多的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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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